那我們現在進入慘創 謝謝 我有照下來 謝謝 謝謝 到底的這個應用法是 我們是會跟您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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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對 我們會跟您的一個 好來 我們 請各位先坐下 我們開始今天的 第二個法案的一個協商 那麼 我先介紹今天內席 這個 那個誰 這個 那個 附帶決議是 民進黨跟實在練共同提案 你看看那個 親民黨要不要共同 那沒有的話 這個案子就是 欸 鄭民黨 附帶決議是要接一接的 如果大家不用動員 就彈多就給你看 可以 好 最好是 我們兩點半開會 這不是表決的嗎 兩點半 你如果有簽就不用再標還 如果沒有簽 大家可以再動員再標還 兩點半開會 兩點半開會 那產創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們看這個 再修正動議 民進黨黨團的再修正動議 因為這個是最先處理的版本 基本上 那麼 今天內席的 我們的官員 有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林常務次長 吧 好 有 工業局 旅局長 還有 國貿局 你主任秘書 法規委員會 樓戶執行秘書 負稅署 理署長 勞動部 什麼 次長我有介紹的啊 財政部次長 吳次長 現在平常比較少見面 法務部 林參事 行政院 資通處 檢處長 勞動部 勞動部 邱科長 好 那我們就進行 大家喔 大家看 民主進步黨的再修正動議 民 那麼 第九條是 維持現行條文不宜修正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那麼 第十條之一 第十條之一 呃 再修正動議條文 大家看一下 針對第十條之一 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 好來 沒關係 來請 好 謝謝院長 我請教一下 經濟部 跟財政部 那 這個適用的範圍就是5G跟智慧機械 對不對 那個 主體是這樣的嘛 吼 5G跟智慧機械 那 那 經濟部 有沒有意估過 這樣的條件 因為投資智慧機械跟5G 那 你們意估 一年這樣的規定 其實這很高門檻啦 大約國內有多少廠商可以試用 好這第一個 第二點 第二點會帶來多少的投資 第三個我問 那意估稅收損失會多少 謝謝 好來請回答 呃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那謝謝委員給我們說明的機會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智慧機械在條文裡頭 今天的資料的第六月有定義 就是指運用巨量資料 人工智慧 物聯網 機器人等等這些的 讓它是可以智慧化的功能 那5G當然就是3GPP底下5G的 所以定義的範圍是這樣子 那我們也參佐了過去的一些經驗 譬如說工業局在103年到107年6月 他購買機器設備金額大概5到100億的 大概那時候的統計是154家的中小型 或中大型的 154家 103年到107年的6月 那時候統計主要是要看說 如果買這個智慧機械 購置金額的部分 大概因為這個有設一個上限 所以大部分這個是中小企業是可以適用的 所以才會有定這個10億元的這個額度 那因為他因為每一個同公司投資 大概是10億的話 那如果有100家受益就會有1000億的這個投資 那所以這樣去估算的話 那因為他10億不會每一個都是到10億那麼頂 所以這樣去估算 就是大概有1000億左右的這個新增投資來去做推動 那另外稅損的部分 稅損的部分 因為大概我們也做了稅市支出評估 那稅市支出評估算出來之後呢 5G加智慧機械 我們目前用5% 然後三連選3%的部分呢 大概是有稅損沒錯 可是因為也會有增加就業所得稅等等的產業效果 所以會有2456萬元的這個一個淨效益 那這個淨效益就會讓我們可以往前去做推動的一個基礎 兩千456萬 兩千456萬才對 兩千456萬的淨效益 因為他會稅損大概一個百分點大概有40億元的稅損 一個百分點大概有40億元的稅損 但是因為稅增的部分另外有所得稅的增加 就業這個人口的 因為他在智慧化之後 他個人所得稅也會增加 所以經過稅市支出評估的部分 大概會2456萬元的一個淨的效益 那稅市支出評估也經財政部評估無不同意見 所以大概目前這個部分大概這些背景 提供各位委員來參考 也希望各位委員給我們支持 謝謝委員 稅收競增加兩千五百多億 兩千對 兩千四百五十六萬 萬萬萬 兩千五百萬 對對對 那能夠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就業機會的部分 我要查一下 就業機會 人數有啦 應該有 有 你查一下 你查一下 就業的部分 對啊 這個 王委員在尋達也有討論到說 他會有一些智慧機械的替代人力的部分 所以會有增有減啦 那所以我們是維持住人數的一個成長 可是他的薪資 因為本來一個人管一台機器 現在因為智慧化 他可以可視化之後 可以管兩台三台五台不等 所以呢他每一個人的生產力是可以提升的 所以才會有剛剛稅增的部分 就是他因為技能的提升 同時生產效率的提升 公司的所得稅也會提高 個人所得稅也會提高 那王委員 其實過去有一些委員也會關心說 他影響就業的情形 那這個我們要預為準備 因為他可能會替代的是 比較高知識密集的一些人力 所以人數的部分在4G 在這個智慧機械跟5G這個 因為都會有一些一增一減 接下來大概原則上是相當可以維持住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能產業升級轉型 都導入更多的這個智慧機械 來幫節省人力 同時呢也可以有些勞力型的 透過機械的自動化 來去做搬運等等 就不用這個我們基層的 員工還要花那麼多的力套 所以這個要拜託委員來給我們支持 再問一個問題 院長 好 可以繼續問 好 那請教一下 實施期間就是智慧機械是三年 那這個5G是四年 那另外請教您 就是5G的部分 依照 今年4月3號 美國國防部的發布 它有一個報告叫5G的生態系統 它裡面提到 中國大陸 南韓 美國跟日本 現在是領先的地位 第一梯隊 英國 德國化國是第二梯隊 新加坡 沃羅斯跟加拿大是 第四梯隊 我問一下 我們是第九還是第十 我們是第幾個梯隊 委員報告 這個新的科技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有一個這個 投資抵檢來協助 就是希望有一些展現政策 讓我們這個5G的發展 能夠跟國際的發展是連結 那剛剛委員提到的 這個是它從總體去評估 所以它有些是從發造的角度 由營運商的角度 什麼時候先發造 那我們在NCC 國內的目前也在積極緊握密鼓 要去做發造的這個準備 那發造之後 也有給operator 也有給專網 因為5G以後 會一些垂直的應用 它未來連結IoT的部分 它可能對於工廠的巡檢等等 這些台灣其實 資通訊的能力都非常強 所以這些評比綜合加起來 那目前應該這個有時候 剛剛委員看那個資料 我不是很確定裡頭 有沒有把台灣的部分 特別去做評估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資通信的發展 其實在國際也都相當的知名 那如果能夠 這個短暫的期間 然後只有四年的時間 去努力把它推動5G的一個推動 我覺得這對我們的產業的效果 也會有正的效益 所以我們才提這樣的一個加速的 一個租稅的政策 但是不是像過去是十年的 智慧機械跟5G都是希望能夠協助廠商 在很短的時間去發揮這樣的鼓勵的效果 那他這樣投資進來之後 因為這個機械是工業之母 那5G做好準備 其實未來的三年五年十年 都基於這個基礎可以做進一步的發展 所以還是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謝謝委員的指導 好 謝謝 好 教一下我們什麼時候發照 5G 發照 NCC 我知道 我知道 他要了解啊 對 沒關係 你盡量問 盡量問來 沒關係 NCC的規劃 他會先從operator的先做發照 那因為國際的已經有的在5G運營了 那國內的話 如果他現在頻譜一欄表 NCC跟交通部一起在訂定了 所以今年應該可以做發照的這個動作 但是要看他公告完 一欄表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然後有什麼調整這樣子 那這個跟國際來講 像如果我這個你去美國 他其實就有一些類5G的 所以手機會秀出5G 可是5G還沒有升上去 那有的國家 譬如說日本 韓國他就比較快 所以這個國際的進程不同 那這個發照的頻譜的全責是在NCC 所以我的了解大概目前是這樣 以上報告 所以NCC今天沒來嘛對不對 欸什麼時候講一下 好來請NCC 包水各位委員 那通常會這邊已經緊急這個在處理 那相關的 我們今天委員會有針對 未來5G行動通信管理規則 那今天委員會有在討論 那未來我們目前的規劃進度 大概在希望在首頁 能夠在開始競標 大概進度是這樣 好啊這樣可以吧 最後一個問題 好的沒問題你盡量問 來 好盡量問齁 另外就是這十條之一啊 相關的中小企業 能不能適用 等會有辦法就是剛剛有提到 我們設上限門檻十億元 就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那大企業他抵到十億元 所以大概一年 如果照這個抵稅是大概五千萬 所以他也能享受一部分 那當初在院裡頭討論有特別想到說 如果這個稅損大部分都騙到到大企業的時候 所以才會有一個上限 好所以我們這個是 確實是給中小企業來去做推動 所以每個企業 一百萬 是一百萬以上 因為要有一個經濟 基本的規模 他才進入智慧機械的這個範疇 所以每個企業 他的上限 這是每一年嘛 一年嘛 就是最上限十億 那隔一年又可以有 所以基本上他會 今年買一部分 適用十億 明年在某個部分適用十億 對不對 那年如果有三十億的投資 其實對國內的投資動能 也是很好的一個帶動 OK 好謝謝 大家沒問題啦 這個都是促進經濟發展 我相信相關的部門都考慮非常周全 那十條之一 來請 許委員 謝謝院長 那我們基本上對條文內容沒什麼大意見 只是想問一下 你這些評估其實都是他試用以後 你們預測的效果嘛 不論是稅損或稅增這一塊 或是你的這個所謂盡力 盡效益 那我們有沒有一個機制 在真正實施之後 來檢討 因為你不只是這個條文啦 其他也要有 否則 我們現在聽的是你預測會 還是正的嘛 2400萬嘛 對不對 可是實施之後 真正效果是什麼 我覺得你們還是要有一個事後的去追 然後滾動式的檢討 好這個 提一下 跟委員報告 這個因為現在稅事支出評估的要求 就會有每兩年要做這個評估報告 所以呢 效益的部分 我們會做這樣的追蹤 那因為他投資來 進來都是要有實質計畫來做審查 所以我們會做統計 然後在這個財政部的稅事支出評估的辦法來做揭露 以上報告 根據實際的效果 搞不好還可以才提修正 不要每次都說 當然我們市面上看起來都是對業者有幫助啦 可是到底實際的結果是什麼 未來還是可以根據你們實踐的結果來做修正 謝謝委員指導謝謝 好謝謝許委員 來王農昌委員 再來余婉如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我們在十年前 我想大概也在這個時候 我們在考慮整個的促產條例要落日 然後用產創來做替代 那在這裡面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到後來的就是說在決議上面 我們之所以 我們之所以 會把整個的盈利事業所得稅 從25%降到17% 這裡面將近降了三成的盈利事業所得稅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跟用意 就是希望能夠在整個的企業獎勵的這個部分 不分產業別 不分規模 所以 除了保留三項的投資抵減以外 這裡面包括研發投資 人才培育 企業營運總部之外 那其他的這個部分全部都取消 那在這裡面 我們不惜把這一年的稅損從1483億增加到1857億 我們增加了374億的稅損 那然後讓這些所有的產業別通通都取消 我們今天又增加了5G 增加智慧機械 這其實又是產業別的這個部分增加 這樣子的例子等等一開再開之後的話 各位我們會走回回頭路 再回到過去產創的這樣子的一個狀 對不起 促產這樣子的一個狀況裡面 就是說再出現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必須要很嚴肅的就是說提出來 在今天裡面的促產 對不起 智慧機械跟5G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就是說投資抵減 然後來加強他們的就是說相關的投資 但是這兩項其實 其實是現在熱門最夯的 就是說我們再要發下面我們 在明年底之前我們就會發出5G的執照 所有的就是說電信業 跟還有就是說跟5G相關的就是說產業 他們自然會做相關的就是說投資 做相關的研發 因為就是說它的企業 它的產品如果要生存 它必然就是說會要這樣子做 我們有沒有必要再做這樣的獎勵 那其次就是在智慧機械的這一個部分 在歐洲的國家 在美洲的就是說這些國家 現在在研你的是 怎麼樣子對智慧機械 對機器人就是說增加瞌睡 在這裡面就是說包括比爾蓋茲 微軟的就是說創辦人 他一出來要對這樣子的 就是基劇對這樣子的機械 增加和機器人睡 那張忠謀先生 在去年年去年年底的時候 的行政院科技匯報 裡面也提出來 就是說未來這樣子的一個智慧機械 它造成的影響會 所以在這裡面的的話 會有百分 在五到十年裡面的的話 我們的失業率 我們的一般工人的這個部分 就會增加 那另外的這個部分來講的的話 就是說財富會更加的集中 有五到十趴的人 他的收入會增加 但是其他的人收入會減少 在這樣子的就是說情況底下 我們其實應該提早因應做準備 那更不用講 就是說機器人現在製造的主要國家 剛剛局長也說了 在韓國的這個部分的話 他增加對於機器人的瞌睡 他的瞌睡方式 他在租稅優惠的這個部分 相反的對智慧機械的這個部分 對機器人的這個部分 是降低兩趴來做就是說相關的因應 歐盟雖然對於機器人加稅的這個部分 在投票的這個部分沒有通過 但是所有的就是說相關研究都指出來 在未來在這個部分的話 整個的就是說發展到2021年的的話 我們的工作機會就會減少6%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今天要在這個裡面 加強對他的投資抵檢等等 那這樣子產生的就是說效果效應 我們有沒有做好因應的準備 那然後在這裡面的話 就是說我們這樣子的就是說 投資抵檢加速這樣子的產生 這樣子的就是說問題的就是說產生 那我們怎麼樣子來面對跟因應 我們現在的做法跟國際潮流上面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發展上面的做法 事實上是背道而馳的 但是我覺得相信我們抵擋不了這樣子 即便我們今天不做相關的就是說工作 我們抵擋不了這樣子的一個潮流的就是說發展 但是我們應該做好相關的因應跟準備 今天也有勞動部的代表 我不曉得勞動部的代表對於這個案子 會造成我們在工作機會上面的就是說減損 在所得的這個部分的惡化的情況 做了什麼樣子的研究跟準備 好 那麼 要不要回應一下 好來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謝謝王委員的指導 大概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針對於 大概為什麼提這個時間點 要來提這個智慧機械跟5G的投資抵檢 那第二個部分是比較更長期的替代的情形的部分 怎麼樣去做因應 我先就第一個部分做一個報告 第一個就是王委員提到在產創修法的時候 是從25%往下降到17% 那當初呢其實因為輕稅減症 所以呢大概也有要我們要在研發投資抵檢的上面呢 要設一個譬如說那時候是要100億的一個稅 就是大概每年這樣的一個額度 那我們實際的執行也非常嚴格的控管到這邊 那後來呢因為在這個我們營利事業所的稅呢 也從17%又往回增到20% 所以目前的稅這個稅制是20% 所以是又往上升上去 這是一次的 第二個部分剛剛在前段的討論裡頭有提到 因為在這個短期間我們是有設定期限的 這個期限就是智慧機械是三連 那5G因為年底才發燥 所以才往後再遞延一連 其實也是實際真的推動 因為要5G implement 之後才開始進行 所以這個也是三連 所以但是三加一的邏輯是這樣子來推 所以是很短期的 我們希望去誘發更多的智慧機械的投資跟5G的準備 那才能應應這個國際的一個發展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也希望委員能夠支持我們 那我們在實際執行的時候 也會針對剛提的稅制支出 當初在98年做稅制支出的時候 是每年平估大概稅損是大概97.9億 那我們實際從101到106年 大概實際的減稅額平均值是每年稅額是95億元 所以其實跟當初預期也是同樣的 有這樣的一個要求到 第二個部分委員提的這個是更宏觀的看法 就是說那我們在這個智慧機械發展之後 機器人或者AI 那對於替代我們人的這個工作 那有些包括倫理的部分 包括怎麼樣勞動力的影響 那跟委員報告在科技會報的一些 SRV的策略規劃會議裡頭 譬如說在半導體的AI發展的時候 他開了一個策略規劃會議裡頭 也有討論到這些課題 但是因為這都是從社會學或是勞動力的補充 等等不同的角度去探討 那我在這段時間也跟委員辦公室還有委員有討論過 就是我們會在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委員這樣的提醒 我們也會找類似相關研究 在社會學或勞動部門等等的影響 來做相關的一些研究 那對於我們的未來可能在AI 在未來機器人發展的過程中 國際是怎麼做的 那國內我們要怎麼去因應 那同時呢在做好這個準備 產業升級轉型的過程中 也能夠兼顧到這個整個社會的發展 我想這個做一個補充以上報告 謝謝 好來請余婉如委員 再來我們何委員 好來請 好主席各位委員 好那個麻煩請翻到第53頁 因為我們這個產創條例在這一次十字一的修法 是鼓勵企業就是說 你升級你的這個設備 採購5G或者是說機械設備的話 我給你一個租稅的誘因嗎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鼓勵措施 其實我們不應該去鼓勵 廠商去採用中國設備 為什麼我要特別寫在這裡的原因是因為 過去我在這個財委會的時候我就有質詢過 我們公股銀行在換核心系統的時候 好發現中國的設備 因為他們中國政府有大量的補貼 所以它的價格都比一般的市價便宜的非常多 以至於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讓廠商在選購的時候 會選擇中國的設備 那我為什麼要提這件事情原因是因為 我沒有阻止廠商去使用中國設備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法律 在鼓勵產業升級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去鼓勵 鼓勵這件事情原因是因為 很多的目前的中國設備 譬如說像華為 可能它有這個後門的問題 引致於說引發這些資安的疑慮 那我們也知道資安就像水道一樣嘛 就像水流的通道一樣 只要這些後門越來越多的話 這些資通訊傳播的過程裡面 都會造成是國安的問題 包括我們所提出來這個產創條例的這個版本 那尤其大家已經延商了好幾次 也草野協商了好幾次 那我最主要是第一個 我來自台中 那中台灣的這個智慧機械呢 也是我們國家出口競爭的一個世界 大家所認同 而且矚目的一個旗艦產業之一 那我們機械產業裡面 第一個我們要因應世界的一個情勢跟局勢 再來我們的所有的產業 幾乎都是以外銷出口為導向 那必須要因應世界的經濟情勢而來 增加它的效能 增加它的產能 增加它的產量 所以大家 產業界都很期待 在現在面臨少子化的今天 我們第一個當然要提高勞工的素質 第二個 我們少子化所帶來的影響 必須要去嚴肅的面對 未來人力短缺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智慧機械 我們要鼓勵它能夠再投資 投資它的機器設備 而且是用現在最新最科技的AI 以及數位化以及其他 所有的這樣子的一個 能夠提高它產量產能的 這樣子一個系統 那政府正在輔導的角色 我認為大家應該支持 協助這些產業 讓它能夠呢 再投資再轉型升級 我們工業4.0不是還喊口號啊 我們是希望從2.0 3.0 福祉我們的產業都能夠達到工業4.0 而在我們喊口號的同時 我們就是要具體的來協助這些產業 所以今天的這個產創條例的版本 我希望大家支持 來協助這些 不管是從上中下游這個產業鏈裡面 所有願意轉型升級的產業 第一個 我們都在政府站在協助的立場 給予它投資理解的這樣子一個機會 第二個 我必須要告訴 分享給各位 事實上在基層走過 你就會發現 不是所有的各行各業的產業 都能用機器人啊 大家好像都覺得說 有一個科本印象說 機器人可以取代人工 所以所有的產業都能夠適用 我舉一個例子 在我們機械產業的一個產業鏈裡面的模具 不是靠機器人啊 模具是要靠財富的技術跟專業 所以這個不是機器可以取代的啊 第二個 手工具 手工具也不是這個機器人可以完全取代的啊 因為手工具的這個台灣現在已經客製化了 所以那個 piece 非常的多 總會非常的多 而且 還要因應不同的下單的需求啊 所以我說的這個是很實物面的問題 不是所有的產業都能夠被機器人所取代 我們需要的是 還有高素質的勞工 這些勞工這些好夥伴 可以幫忙協助 第一個產業的我剛剛講的他的技術跟專業 第二個 我們要培訓現在 現在年輕的勞工員工夥伴 可以呢去做為什麼樣的角色 掌控AI 掌控這個智慧化系統的人啊 這個也是政府應該要去努力協助產業 去培養這些勞工跟這些夥伴這些人才 所以呢我還是希望說 這個只是第一步 而且是有時間的限制喔 剛剛局長講到這個也有兩年嘛 三年的限制喔 那5G當然有因為因應產業的性別有限制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來支持這樣子的一個條例 這個版本 讓這個趕快今天可以來通過 這個我跟你講 世界的經濟啊 賣動啊 隨時在變啊 不是隨時在等我們啊 我們要跟得上時代的腳步啊 跟得上產業的腳步 真的政府要扶持這些中小企業 以上 好 現在這樣子啦 支持行政院版本吧 好啦現在這樣子 好OK 所以 時代力量 他支持 呃 民進黨黨團的再修正動議條文啦 那再修正動議條文就是行政院的版本啦 那親民黨也同意支持啦 那現在民進黨 你們 那國民黨這邊 好 那我們這個就 1 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啦 那10之1 我們 現在 等一下 我們現在 蛤 你們內部到底怎麼樣 你們 沒有沒有 我們就趙星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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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星人版本 misschien 那 那個 ホント 資本 這兩 marginalize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附帶決議嗎 你給他附帶決議 那你提出來附帶決議 那附帶決議要給大家看 所以下午2點半開會的時候 我們再處理附帶決議 你們先討論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兩個法案大概都已經協商 而且各黨團都有共識 附帶決議的部分我們都保留 等下午2點半再請各黨團針對附帶決議再做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的協商兩個法案 我們現在告一段落 下午2點半繼續開會 好 謝謝 沒有啊 這個咧 那個李婉如講的那個事 他決心的那個處理 那恭喜他一下 來啊 那還在那裡 直接打他一下 直接打他一下 紅粉 不是啦 直接會議啦 會議啦 因為我們現在華安共和只有剩下 答案 答案 我們就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